沈尚书强势归来播出方式,令人失望不料收视率,已预定沈尚书已经杀青了。 导演还放出来片花大家看到之后,满是期待凤九和东华,还是由热巴和高伟光主演。 这点观众是真很满意,不仅主演没有变化。 就连服装和场景都尽可能的还原了,在播出的片花中,大家也都看到了其他几位主演。 陈楚和江是演哲言,郭品超是演素墨叶,黄俊杰是演白珍,刘瑞琳是演艳食物等。 除了男女主演没有变化外其他的演员,大多都换人了剧中,也出现了不少的新角色。 大家看到这样的阵容,真的是很喜欢啊,个个还都是帅哥。 不过,在导演放出的片花中,网友注意到,这是在腾讯视频上播出的。 这样的播出,还是很好的,大家还是有失望,但是粉丝们很快安慰自己。 网播上线比较快,电视剧还要排档这样也好清静。 在播出的片花中,大家看到,会在腾讯播出,现在有很多的影视作品,都是全网独播。 这样很能保证收视率啊,比那些还把双播的,要很多,这可是直接预定了收视率啊。 要知道十里桃花的上线后,可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段时间走到哪里都能看到,真的是网民都在看。 白浅和叶华的感情,真的是虐到了大家,但凤九和东华的结果,就让观众失望。 不过好在枕上书,已经杀清了对于他的播出方式更多的人想在未知看。 不过,这也是导演的第一步,毕竟现在的播出时候,还没有定下来相信在之后的官宣中。 导演会更详细地给大家说到会在哪些平台播出相比来说。 读播是挺好的,不过大家还是挺失望,更希望是多个平台都能播出。 这样大家播放量,也就会不断上升收视率,那就不用说了,也只能是往上升了。 有了第一步的好结果,第二步,也自然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些消息,也是网友的猜测。 官微放出的片花,只能说是会在腾讯播出,但不代表就不会在卫视播出,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,不过要是在卫视首播。 观众一定会忍不住的有的观众,已经做好要冲回园了,为了就是要多看几集。 这部剧的收视率,也许会超越,他也许会一样不过相信,大家期待了这么久的剧,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 东华作为一个常年不开花的铁树,在面对凤九之后,也是接受了他的心意。 可惜三生时尚自己的名字,牵手被他给抹去了,这也让明白不能违背天意。 不然,也许彼此都会受到伤害的大家,对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,可以在下面留言。